大家好,我是黑医生,关注黑医生,健康华科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 不仅仅关乎到我们的健康 还牵涉到了一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明星 没错,他就是著名的魔术师刘谦 那么最近啊,刘谦被确诊了肺腺癌 这一个消息呢,震惊了无数粉丝和观众 也让肺癌这一个词啊 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那么肺腺癌到底是什么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预防 又该如何正确的看待肺节节跟肺癌之间的关系呢 那么接下来就让何医生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 揭开这个肺腺癌的神秘面纱 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 我们来聊一聊肺癌给我们发出的信号 那么我们深入去探讨一下 这个肺腺癌这一个肺癌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那么肺腺癌啊 它作为肺癌的一个主要的分支 它的一个发病率呢 在所有的肺癌当中呢 这个病例当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比例啊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那么肺腺癌的一个起源啊 可以追缘到肺部的一个腺体细胞 那这些细胞呢 在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个致病因素的一个影响下呢 可能就会逐渐发生癌变 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呢 肺腺癌往往表现都相对隐秘 可能啊 没有明显的症状 那这使得了很多患者在不知不觉中 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 但是呢 随着这种病情的一个逐渐的发展 一系列的症状可能就会逐渐的加重 包括咳嗽 卡痰 胸痛 呼吸困难等等 那么这些症状的出现 往往都预示着病情啊 已经进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在这一个背景下呢 其实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 肺癌的早期的症状 早期的发现 其实对于患者的治疗的一个效果 还有生存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一旦病情进入到了晚期 那么治疗的难度将会大大的增加 那么患者的一个愈后也会变得比较差 所以呢 提高公众对这个肺癌的症状的认识 尤其是那些可能跟我们双腿相关的 异常变化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么跟我们的双腿相关的异常变化呢 主要包括三个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双腿皮肤可能会出现非典型的变化 比如说皮肤的炎症啊 经常的发作 色素沉着异常的加深 还有就是黑脊皮病等等 这些特殊的病症 那么这些外在的表现可能预示着 我们体内潜藏的一些肺癌的风险 作为负肿瘤综合症的一个主要表现 他们呢 与这个肺癌的一个病例的进程是紧密相连的 不容忽视的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双腿啊 持续的感觉到酸痛或者刺痛 而且休息之后呢 又不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 那么这可能啊 就是肺癌已经发生了骨转移的一个预警性 那么骨转移啊 不仅仅会带来剧烈的疼痛 可能还意识着病情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 那么很多人肺癌没有发现 但是呢 他出现这个酸痛 做了一个检查才发现已经骨转移了 所以呢 当我们出现这种类似的 这些症状的时候 应该给足够的重视 还有就是及时的就医 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跟评估 那么第三个就是双腿出现了肿胀 那么同时呢 还伴随了皮肤紧绷啊 发亮啊等等 这种可能是淋巴系统啊 受阻的一个直观的表现 那肺癌的患者因为肿瘤的一个物理的压迫 或者淋巴管道的一个癌细胞的净润 那么经常会导致这个淋巴液体挥流不畅 那么进而会诱发下肢的水肿 那么这一个症状啊 同样被视为啊 潜在了健康的警告信号 所以呢 当我们出现了刚刚讲的这几个症状的时候啊 我们应该及时的就医检查 以便早期的发现一些恶性的病变 那么只有这样的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健康 远离这个肺癌的威胁 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一聊第二方面 就是高危人群的一个摔查 那么我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哪些人群更容易成为肺癌的目标 那么肺癌啊 它的一个高危人群究竟有哪些人群呢 希望大家都知道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 无疑就是这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个主力军 那么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 比如说尼古丁啊 胶油啊等等 那么长期作用于我们肺部的话 就会大大的增加会肺癌的风险 除此之外呢 有肺癌家族时的啊 也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遗传的因素在肺癌的发病当中 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类人群往往都比普通人更容易啊 受到这个肺癌的侵袭 第三个呢 就是长期接触一些有害物质的啊 一些工作的人群啊 因为这些有害物质啊 可能包括一些食棉啊 啊等等 那么他们呢 可能会广泛的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工作环境当中 啊 比如说建筑啊 采矿业啊 等等 那么长期的暴露在这些有害物质之下呢 啊 无疑对这个肺部的健康会造成极大的威胁 像刚刚开头讲到的魔术师刘谦 他其实就是一个例子 他既有这种长期的吸烟的习惯啊 也有这种肺癌的家族时 那么这使得他成为了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当中的 一个双重风险啊 像魔术师刘谦这样的高危人群的定期体检 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肺部的一些专项的检查 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这种定期的一个摔查 那么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肺部的异常变化 比如说节节啊 肿块等等 从而在这个肺癌的早期阶段就将其扼杀在摇篮里面 那么大大的提高这种治愈率 为啊这个患者争取更多的一个生存机会 所以呢对于肺癌的高危人群来说 切记掉以轻心 一定要重视定期的体检的重要性 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再来聊一聊肺节节跟肺癌之间的关系 那么说到这个肺部检查呢 其实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肺节节 那么就慌了神 以为呢自己得了肺癌 但其实呢这是一种误解 那么何医生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肺节节它并不等于肺癌 事实上呢大多数的这种肺节节都是良性的 只有极少数可能会发展为肺癌 所以呢如果你被查出了有这个肺节节 不要过度的恐慌 而是呢要遵循医生的一个建议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或者进一步的定期的体检 那么记住保持冷静科学的对待 才是正确的态度 好那第四个方面呢 就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肺腺癌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那么如果不幸患上了这个肺腺癌 我们怎么去治疗它呢 其实现在的一些医疗技术 已经非常的先进了 肺腺癌的一个治疗呢 方法多种多样 包括手术的切除 放疗化疗 靶相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等 那么魔术师刘谦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在零期就发现了肺腺癌 那么也就是说 在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 就发现了这个肺腺癌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及时的接受了手术治疗 那么目前恢复良好 所以呢 即使患上这个肺腺癌 也不用失去讯息 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 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能够战胜病魔的 好了那今天的科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 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认识 这个肺癌 能够更好的知道肺癌的一些 这种预警的信号 还有就是说 如何去这种更好的早期发现 如何去预发 哪些是高位人群 需要更加的去注意 那么希望今天的这些内容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欢迎大家把这视频 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学会这些 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 好的 关注肺生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